大家好我是Kevin 好快喔 又來到了四月份了 四月號的年我最大Kevin的專欄 要帶給大家什麼呢 其實現在在這個網路上面一直有兩派 一派主張水光 另外一派喜歡霧面 所以呢在這一個月的Kevin專欄彩妝專欄裡面呢 我們就分成兩派 一派是水光 一派是霧光 那麼每一派呢我都會分成 輕量級的跟重量級的 首先我們來看水光 其實水光這幾機很流行 輕量級的微量的水光呢 其實當然就從水光機開始 模擬的是這種好像baby的很好的皮膚 或者是有一盞光線照下來 或者是像一池水裡面的這種光點 在唇的部分我們就透過這種水潤的口紅 營造一點自然的水潤光 這就是輕量級的水光 如果你是重度水光愛好者的話 簡單來講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濃重眼妝的人呢 你可以再品嘗自己畫的這種眼妝的最後一個部分呢 你把這個亮粉點在眼皮中央 今天很流行包圍是上下都包圍的眼影 那麼在你的臉頰的部分 水光的眼妝通常會延續著黑眼珠的上與下 所以呢黑眼珠的下方要做一些提亮 感覺你的眼睛中央會發光 而腮紅的部分就是強化在黑眼珠下方的這種立體光澤感 至於唇的部分如果你是重度的水光愛好者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Tint燃唇 或者是這種唇釉 做了這種強烈的顯色之後再加上唇油或唇蜜 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就是嘟嘟的 如果你是這兩劑霧面的愛好者 從霧面的唇衍生出來的這種霧光感的妝容 在輕度愛好的人呢 你可以在你的臉上用膏狀或液狀的腮紅打底 然後透過一般的這種粉底液打底之後 記得要讓你的膚色可以微微的提亮一點點 讓你的臉色看起來明亮一些之後呢 然後把顏色眼影單一個顏色輕輕的刷上去 腮紅也刷上去之後 最後用現在很流行的這種霧面的蜜粉 或者是控油修飾毛孔的蜜粉上一層 這個其實很適合這種雅熱帶 或者是熱帶氣候的女生 你擔心自己的油光滿面的時候 這樣子的妝容其實很漂亮 然後再用今年很流行的霧面的唇釉 或是霧面的口紅 顏色可以稍微接近珊瑚一點的色調 你就會覺得哇很柔美的感覺 而且呢皮膚看起來會覺得特別淋毛孔 像唐瓷娃娃 那麼如果你是重度的這種霧面霧光的愛好者的話 記得今年呢這種深邃的眼影透過了這種很低很低亮度的 不管是偏冷或偏暖色調的咖啡色或藕色 去包圍你整個的眼影 下眼影是一個重點 一定要畫下眼影 讓你的眼睛整個好像往後退收縮很酷的 腮紅的部分 透過類似乾燥玫瑰的顏色 輕刷在我們臉頰的兩側 因為霧面的底妝喔 很容易形成臉部的輪廓比較平 所以呢從兩側做修容式的腮紅 再加上這種乾燥玫瑰的霧面口紅 你就會覺得好酷喔 水光 霧光 你是哪一派呢 鎖定我們4月號 Calvin的紐約我最大彩妝專欄 你也可以學學 他為你喜歡的 靠北地的經驗 你也可以學習修容式的